現在講一下柴榮 在顯德四年即是公元957年 再一次御駕親征藍堂 3月3日的清神 柴榮親自披挂上陣 出現在紫金山這個戰場上 這是第一個攻擊的目標 要將壽州重新完全孤立 就必須先攻打他下來 趙康印就作為全軍攻擊的先鋒 率先登山強攻 這時候皇帝親臨全軍都看了他頭 所有人都親眼目睹了 趙康印到底擁有怎樣的戰鬥力 歷史記載 只是用了一個上午的時間 趙康印又將藍堂的前鋒寨和山北營寨 全部擊破斬敵三千 將紫金山通向壽州城的長城徹底毀壞了 這一仗 嚇到藍堂人鼻鼓都沒有肉 就在當晚 藍堂軍營裡發生了蛙變 朱軟 這位藍堂首屈一指的猛將 不戰而降 帶著自己步下一萬多人 就來投降後洲 從此 這一戰之後再也沒有懸念 第二天 柴榮發動總攻 藍堂軍徹底崩潰 他們習慣性就從山上拼命就跑去河邊 坐上自己的船才覺得心安 當然 之前 後洲就沒有戰艦 只要上到船就什麼都安全了 但是這一局 就正中柴榮下懷了 你有船 我也有船 柴榮這次早有準備 因為已經新建了一大批的水軍了 你上到船 對 起凡 跟我追 柴榮本人 在岸上就擦馬一路追殺 史書記載 帝自率親騎 延懷北岸追賊 及抱持二百餘里 抱 即是身時 按照現在的鐘數 就是下午三點到五點鐘 也就是說 柴榮親自騎馬追敵 跑了 足足一天 追擊了一百公里 皇帝當先 還不是人人奮勇 個個向前 就是這一天 在淮河南北兩岸 以及水路上面 南唐軍戰死的 淹死的 和投降的 將近四萬 就是這兩天的時間 南唐人準備了近一年的壽州援軍 就徹底覆沒了 壽州絕望 流人尖在城頭上面 親眼看著本國的軍隊 土崩瓦解 他知道這次沒有行 他苦心驚迎 死守待援的壽州 再也守不住了 他為了守住壽州 就連自己的親生子都陪埋上去 此時此刻的傷痛欲絕的心情 大家可想而知 悲痛之中 他突然崩潰 中了風 一下子就暈倒了 從此就不醒人事 他的同僚們 再也沒有他的勇氣和堅精 流人尖就被卑劣地出賣了 在他昏迷不醒的時候 由監軍周挺叩 迎田副使孫羽等人 聯合就以他的名義起草寒書 開城投降 可憐的流人尖 昏迷不醒 被人抬到柴榮面前 柴榮立即就對他大家虎位 當眾又封他為 檢教太位兼中書令 天平君折道士 這樣的高官厚禄 對於其他人來說 真是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對流人尖來說 不知道是對他尊重 還是對他的污辱 史書記載 流人尖自從昏迷之後 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他沒有接受到柴榮的好意 就這樣就死了 隨著壽州城的陷落 南塘在江北的門戶 就被徹底打開 中原的版圖 就已經被重新規劃了 但是誰都想不到 柴榮突然退兵 面對南塘大開的門戶 他千辛萬苦 用無數條人命換來的機遇 就被他說放棄 就放棄了 2月17日出兵 4月中旬的柴榮 就回到了開封 這一切令人非常廢解 令後洲所有人都騙換 但是柴榮心水很清 他必須要回來 不是他的後院就會著火 因為李景 因為渤海海峽 因為涉丹 南塘皇帝李景 顯示出柴榮所不及的高級政治手段 面對強大的後洲 他就將自己當做了流鼻 那宣權在哪裏呢 這個世上 夠膽對柴榮講不撈面的人 在哪裏呢 不要夾 人是有的 只不過是軟了些 而且是隔著整個後洲的國土 但是那天呢 從來是不會不讓一些生路人走的 他早就被這時候的李景 以及後來的趙吉 配備了一個極其隱蔽的外交聯繫通道 就是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的渤海海峽 南塘人用他們先進的航海技術 輕而易舉就突破了後洲人的封鎖 如果和涉丹以及北漢達成了共識 柴榮已經變成曹操 我們大家必須聯合起來 這個遊戲才可以有得玩 於是 柴榮只好忍痛放棄剛剛到手的希望 馬上後撤回自己家的後院去砌場 這個時候 南塘一方面就開始舉國慶幸 終於逃過這一劫 看來後洲也不是不可以抵禦 而他們的國王也真的有辦法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贏得了外交勝利的南塘李景 從此就非常痛苦 他就疑悶到極點 他不記得了他父親李辯 臨死前對他說的話 這些年來 他的所作所為 全部都錯了 李辯 那這個又是什麼來頭呢 說起來 就說來話場 李辯 是南塘的開國列祖皇帝 首先 如果這個人未死 柴榮得不得 或者夠不夠膽向南塘發展 都說不定 歷史有定論 李辯在五代十一國的皇帝 排行榜裡面 可以遠遠地排在郭威、劉之遠 以及李泉玉 或者是最大終結者 朱溫先生的前面 可以數二 也可以數一 當然 之所以要數二 就是因為後來有了柴榮 但是裏面比柴榮還要高明 或者更加艱難的地方 就是他幾乎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不像柴榮一樣 雖然沒有人望 但是可以接過養父國威的班